我是根據疫情情況 按照應檢禁檢、院檢禁檢的原則 組織全市三級醫院醫護人員進入街道、社區 在大連灣、工人村、青軌原縣 以及金埔新區部分重點區域 開設了605個裁判 全力推進人員核酸篩查工作 每天出動近2000名醫護人員 進行核酸的檢測採樣 截止7月25日14時 目前全市累計採樣21萬餘日